第317集 精彩继续 墨爷抬起了头 微微地点了点 神龙门八大护法之一 墨家 八大护法 林凡一正 他根本就没有听说师父跟他讲过八大护法的事啊 他伸出双手 将墨爷从地上搀扶起来 墨爷 您所说的八大护法指的是什么 墨爷摇了摇头 八大护法各不相同 只有老门主知道 平时都不会接触 我只知道墨家是护法之一 至于其他的家族尚不清楚 墨爷见林凡点头 这才继续说道 门主应该和您提过 我要轻易地泄露您的身份 少主可知道这是为何 我问过师父 不过师父并没有说明原因 墨爷的目光深邃 看着林凡缓缓缓说道 正是因为蓝家 蓝家 墨爷点头 蓝家在燕京也可谓称之为霸主 更是精通医术 天下医术传子神龙门 众所周知 但是 林凡猛然惊起 想起了陈家兄弟的话 神色中不无震惊 墨爷 您是说蓝家的医术出自神龙门 墨爷看着林凡 脸上带着笑意 少主聪慧 不过 却并没有完全猜中 蓝家不只是出自神龙门 更准确地说 蓝家家主还是你的大师兄 什么 大师兄 林凡直接就懵了 蓝家竟然是神龙门的人 家主更是他的大师兄 这么说的话 刚才那个蓝宾是我的晚辈了 难怪我感觉他的内劲有一丝熟悉 现在回想起来 蓝宾的内劲可谓是异常的熟悉 林凡神色闪动 那为什么蓝家会突然自立门户呢 这么多年来 我从来没有听师父提起过 还有这么一个大师兄的存在 墨爷叹了口气 详情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 你要小心蓝家 现在还不宜与蓝家为敌 老门主这么多年一直在布局 别因为一些细节 让老门主的计划功亏一篑 这也是我让你放他走的原因 林凡的神色闪烁 心中有着一丝不甘 重重的吸了口气 凉酒之后才慢慢的点了点头 多谢墨爷提醒 两人一直闲聊到天色将晚 这才从工厂中离开 第二天一早 陈天芝便带着一包药草 兴冲冲的来到林凡的别墅里 见到林凡的时候 他满眼都是兴奋的光芒 小先生 药草已经准备好了 不知道您什么时候 能够有时间帮我呀 林凡将陈天芝的药拿在手里 打开看了一眼 嗯 药全都对的 你等我一会儿 我现在就去熬药 等到林凡熬药回来的时候 那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了 陈天芝看着林凡手中 那黑色的药汁 神色却沉重起来 林凡郑重地说 陈先生 我现在有必要告诉你一声 易容术有很大的风险 如果失败的话 你将会彻底毁容 整张脸不规则地展现出来 陈天芝的脸上带着自嘲的笑 脸对我还重要吗 林凡一正 陈先生隐姓埋名了这么多年 一直想要出去 恐怕毁容对他来说 真的不重要 那好 你把药喝了 陈天芝没有丝毫犹豫 将碗中的黑色汁液 一口气就喝了下去 这药喝下去之后 脸上就如同火烧一般的难受 躺下别动 林凡手中拿着银针 右手在银针上一抹 闪着湛蓝色的光芒 他深吸了一口气 手臂如同闪电一般 将银针刺入到了陈天芝的脸上 一针刺入 陈天芝的面容一阵扭曲 脸上有了一丝变动 他的冷汗立即便流淌了下来 喉咙里发出了呜呜的声音 别动 忍着点 林凡说话的时候并没有停下来 手中的银针闪烁 没一会儿林凡便停下手了 内劲涌动 肉眼可以清晰地看到 陈天芝的脸在慢慢地变化 他开始剧烈地挣扎起来 痛苦地发出了嚎叫声 一直持续了十分钟 他才安静下来 衣服已经被汗水粘住了 再看他的脸的时候 已经完全变了一张脸 此时的一张脸完全消瘦了下来 与之前连一丝相似的影子都找不到了 陈天芝立即从床上起来 走到了镜子前 上下打量着自己 神色中闪着金光 他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的模样 更不要说别人呢 他赶紧对着林凡抱了抱拳 大恩不言谢 日后必会抱他 林凡见陈天芝神色很凝重 陈先生 听你的话似乎有什么事情啊 陈天芝看着林凡 他并没有想隐瞒 点了点头 我要去燕京了 当年的仇恨 我不能不报 就算不能动兰家的根本 我也要让兰家伤筋动骨 林凡神色闪烁 兰家很强啊 陈天芝冷冷一笑 哼 哪怕是鸡蛋碰石头 总之 兰家的仇恨 我是一定要报的 我不会连累陈家 这是我自己的事 你对我的身份 有一些猜测是对的 我现在问你 你要不要加入神农门 林凡犹豫再三 这才开口 陈天芝这个人 给他一种很独特的感觉 虽然筋脉净毁 不过你材质和医术都很不错 这样的人加入神农门 也确实绰绰有余 陈天芝的两眼中闪着光泽 身体都在微微颤抖 我 我真的能加入神农门 林凡点了点头 不过现在你不算正式加入 等到了以后 我师父定夺之后 才能算正式加入 陈天芝重重点头 白骨门 剑伯伯站在门口处 神色中带着一丝惊慌 不过很快 他便收敛了起来 眼前的这人 便是出了名的神医 蓝成波 蓝成波出名于二十年前 可是蓝家人之中的翘楚 医术方面 除了蓝家的家主 便是他 如果被他看到 供养谢尔的话 那很可能会看出端倪啊 哎呀 蓝先生 谢尔他病情不容乐观 最近也染了风寒 不宜见人 蓝成波看着剑伯伯 剑老 多年不见 倒是没想到你会在白骨门之中啊 风寒确实不宜见人 不过 我这次可是专门为了谢尔小姐的病而来的 现在大婚在即 总不能让谢尔小姐带病出嫁吧 剑伯伯一惊 他没想到 蓝家竟然想要让公养谢尔带病出嫁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前面的筹划将会复之东流啊 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想要加入粉丝群 您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94506279 我们下集再见 感谢观看